我们介绍一下插头插头说明机的一个操作 首先我们第一步的话要检测一下这个提琴开关是否处于一个打开的段 这是一关闭的状态 关闭的状态连一下打开 一处于关闭状态的话它整个地址的话就是不会运行 只要注意这是第一点 我们第一步来先介绍一下这个面板 这面板的话它有一个左形右形 就是说这个机械手左右移动左右移动 启动回音点 我们每次都要回音点之后才能启动 看一下 回到音点 这个回音点里的一个灯的指示 这个处于回音点的一个状态 只有当这个状态出现的时候 这个灯亮的时候 我们才能进一步下一步操作启动 这是一个停止 中途我们停止按停止 这是一个复位键 复位只是复位这些技术器 次数 这里的话就是一个左右速度 就是机械手左右移动的速度 45毫米每秒 这是一个左形的一个距离 就是说往左边移动的距离 50 左停时间1.5秒 右停时间1.5秒 我们都可以设的 设置的话 点一下这个屏 设置的话 我们相应的设 1.5 按这个确镜 就可以了 次数1万次 最高的话可以设到6万次 这是次数形式位置 这里有一个通断和带 通断和带电的一个检测开关 点一下是一个带电状态 带电的话是 是我们插头插座带互载工作的状态 我们现在的话没有互载 这是处于一个带电状态 这是一个带电状态的一个形式框 如果我们带电的话 请示带电 这里的话次数是一个通电的次数 就是这样的 面板就是这样的操作 我们熟悉了面板之后的话 就是设一些参数 我们标准要求的话 就是1分钟15个形成 15个形成的话 整个形成是50毫米 速度的话就是 我们理论的参数是50 就是说一个形成的话1秒 再的话左填时间1.5秒 右填时间1.5秒 3秒 3秒加1秒加4秒 1分钟的话1分钟的话就15次 就是就这样 实际的时候我们测过了这个只45毫米每秒是最准确的 设置好的参数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第二步 安装视野 首先我们回云点 现在已经处于云点的状态 所以不需要这个云点的状态灯点亮 我们就可以进入下一步 启动 停止 但它到了最最最最最最最左最左边的时候我们就按下停止 停止的话 呃就是方便我们安装夹具 安装夹具的时候 我们这里 这里固定的话 固定它左右上下 可以移动 配合好它就可以了 往里面推 我们当推到什么位置最好呢 最合适呢 稍微的有一些压缩 这些弹簧的时候 这位置 我们就上死它 上死这两个 这就是4车螺丝 我上完它之后 我们再次回到云点 我们看一下它的配合成就怎么样 右侧的夹具的话 也是相应的按键 这样子的安装 如果它插的不够近的话 我们相应的可以调整这个距离 50 51 52 这样子一个毫米的这样子调整就可以了 整个夹具的安装是这样子的 安装次数每次就一次 它次数的话是这样子 就是说插进一次 来回算一次 左右插入来回算一次 这样 这个仪器的话就是这样的一个操作 我们来了解一下 就是说处于带电的时候 是怎么做这种检测 我们先停止它 回到云点一下 回到云点一下 带电的时候的话 我们就要将这个通断和带电检测 开关 让它 把它处于一个带电转态 它这个仪器背后的话 有一两个接性处 就是接我们货载箱的 一个信号的 这是接货载箱的一个信号 你可以客来看一下 这就是这两个信号端子 接货载箱的一个取信号点 它是落电的 有12V以下的落电信号 我们就外接接出来 这是12V以下的 当我们这里接货载的时候 左右 最好物财的话 都可以开始启动 你看这个屏 看这个屏 现在的话 护卫一下 我这个两个接性处的话 通电的时候 相应的话 这里会计数 技术技术1 我们设的话 次数的话 14吧 这屏 你看这屏 当这两个次数不对等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判断坚果出来 就显示一个不合格 144盒 这样子的话 就是不合格的状态 就是带电的状态 整个情况就是这样子了 那我来说 我来说 你们这个事 是一个事 我来说 我来说 它是一个事 这样子的事 就这样子的事 我来说 我来说 我来说